是 外長真的很重要 外長其實就是一個馬不停蹄 我們剛剛講王毅其實在他 就是消失的這段時間他頂上了 他頂上之後去了東協之後 現在馬上到了南非 南非他現在在開的是這個 金磚他們的高級安全代表會議 好這一次出席的時候大家發現了 其實他好像專門在講四個字 什麼全球南方 好很強調說全球南方 他們現在就是希望不要讓大家 這個小圈子來破壞大環境 當然啦這一次也是為了8月22 習近平也要到南非去 那他會幫他做一個會前會 那很多人就說他的頭銜還是外辦主任 什麼但不管怎麼樣 他代表中方的立場 我想這個呢是沒有人會有意見的 請教一下這個 外辦主任比外長還大 對啊對啊 那但是他很問我會開始在上頭 這頭銜是什麼 我會在做文章嘛 對因為他本來其實是請高雄上司 但他現在還兼要做外長的這些工作 全部把它收攔起來了 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譬如說布林肯他就會認為 他覺得王毅街很好 原因是因為他認識王毅比較久 十年多的時間他覺得呢 談起來可能會更好合作 其實所有的人都跟王毅很熟啦 對 不是只有布林肯啦 因為他當十年外長 是啊是啊 是您怎麼樣看說包括了跟美國的關係 然後跟這個全球南方 他現在為什麼要在這一次的金庄會議之前 他要特別先提到四次的全球南方 這個大概就是金庄會議要開始擴大成員嘛 對白鵝這次要加入 那因為本來金庄國家這個概念 根本就是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 隨便的一個胡周的概念 講白了啦 那就成立一個基金嘛 那就把五個國家湊進來嘛 根本就不是一個 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組織啦 你比如說上海合作組織 那很清楚就是地緣政治 為了反恐嘛 那就把中俄中亞湊在一起 那這個是有政治基礎的嘛 所以你現在金庄要擴大成員 你總不能還是一個投資概念吧 什麼ETF基金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找到一個根據嘛 那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一個Global Source 就全球南方的概念 除了俄羅斯之外啦 因為俄羅斯就是 不是傳統概念的第三世界嘛 所以我覺得金庄國家 大概大家已經定位了啦 就是原來聯合國有一個 77國集團嘛 就是第三世界國家大家就 大家湊在一起嘛 可是中國沒有參加 所以77國集團 在聯合國一直都沒什麼作用 因為他們有一個骨幹的國家來領導嘛 所以我認為金庄國家大概就是 延續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啊 我們大概就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那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就會邀請來參加 或者你有興趣來參加 一般預期大概這一次可能會擴大到20國左右 那其實量就很大啦 對 那中國當然就是主要的主導者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因為它在能源上就是大國嘛 那未來很可能會在金庄國家裡面 把一些重要的能源國家都湊在一起 我認為不只伊朗啦 未來蘇地阿拉伯應該也會參加 那搞不好還有委內瑞拉 那就是重要的一些產油國都進來了 所以大概就是還是基於全球南方 大家覺得比較能夠涵蓋大部分的國家在內 所以為什麼會提出這個概念 就是要幫金庄國家做一個轉型的定位 因為以前沒有真正去想這個問題 明確說我們搞在一起要做什麼這樣子 以前真的沒有 以前就是大家就覺得 大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吧 大家就湊在一起 那事實上一開始的概念 那根本就是一個投資銀行高盛的概念 那坦白講當年那個 那個金庄的基金每一支都破產 因為那個時候還不是實機吧 那後來中國崛起 整個世界的邏輯都改變了 所以我認為他大概 就是討論經濟安全的問題 那還有經濟發展 就是發展與安全 這兩個問題 也有說金庄幣對不對 那個就更進一步了 我覺得他首先應該是把 中國大陸推出的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 然後在這裡大概會 大概會臨結出幾個核心的 那個議題要處理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就是 你如果針對SWIFT這種單一制裁 那如何依應 這就是廣義的經濟安全問題 就是說美國動不動就要制裁人家 那第三世界怎麼看這個問題 那因為俄羅斯現在就是 全世界受到美國制裁最嚴重的國家 所以他每一個議題都是當事人 身先士族 對啊就是貿易的也被制裁 金融的也被制裁 那就是廣義的第三世界國家 發展中國家加上俄羅斯 如何因應經濟安全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那從這裡衍生出才有一個 非美元支付機制的問題 那非美元支付可能一開始會討論 大家是不是把個別的支付機制做個整合 因為中國有自己的CIPS 俄羅斯也有它的支付機制 伊朗也有 那還有其他國家比如說印度可能也有 那大家是不是把這些支付機制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變成一套非SWIFT的體系 那這樣子加進來的銀行就會變多 因為目前SWIFT ZL領先 他大概有一萬一千家銀行機構在裡面 那中國大陸的CIPS 我的理解大概只有兩千多 那如果大家都湊一湊 搞不好可以湊個四千 那這個好歹也是一個 SWIFT之外的一個比較大的支付機制 那第二個就是貨幣 就是非美元交易 那一開始可能是本幣互換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說 那未來能源交易是不是都用非美元交易 這個就影響大了 就是這些議題會慢慢進來 那當然還會包括糧食 事實上這個世界兩大交易 第一個就能源嘛 第二個就糧食嘛 那常年都是用美元交易 那我不知道他們要不要處理到這個程度 那接下來才有你剛剛講那個更往前的問題 就是要不要有金鑽幣 對 這個問題比較困難 因為金鑽幣也牽涉到你只是一個虛擬帳戶 還是有實體幣 那要以什麼作為價值基礎 這個大災問啊 各國還有法規 你如果不用美元 請問你的價值基礎是什麼 對 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不過不管怎樣啦 你不管是哪一個議題啦 對美國來講都是空前衝擊 就美國光是看到你這樣湊在一起 他就知道你在搞一個他控制不住的圈 那你未來還有金鑽銀行 那金鑽銀行的緊急應急融資就有1000億美元 那搞不好他會取代掉部分世界銀行的功能 所以美國眼看啊 這每一項都是挑戰美國 衝著我來 這個太明顯了 衝著美國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他是美元霸權嘛 可是大家知道 已經出了很多問題啦 比如說有一些國家就借不到錢啊 或者是借了錢 那你就給人家附帶非常嚴苛的條件啊 那這些都是大家覺得 你不能這樣搞啊 尤其是你未來要面對氣候變遷 你光是要排碳 那也要做很多的投資耶 包括企業的改造啊 基建的問題啦 那如果每一個都像 世界銀行這樣附帶條件 那怎麼搞得下去啊 那因為中國他 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嘛 現在變成是最大的國家 所以他比較能夠設身處地去思考 大家的需要啦 那這個是歷史積累出來的啦 比如說 聯合國最大的組織叫聯合國那個農糧組織嘛 哦對 那中國大陸長期 都是農糧組織的秘書長 這個組織上是最大的聯合國的周邊組織啊 那這個就是第三世界最常碰到的嘛 農業發展 有哪一個國家農業發展比中國做得好 沒有嘛 所以為什麼他就不斷地繼續當秘書長 就大家福氣嘛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跟中國大陸也是有點類似啦 比如說那1000億的 我們說緊急的那個融資啊 那中國大陸佔了41% 他好壓 他410億嘛 對 所以他有比較大的發言權嘛 對 那未來可能會找幾個大咖進來嘛 嗯 比如說燒在阿拉伯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 法國坦白講也蠻關心的啦 他想去不能去啊 這沒有辦法 因為你現在俄乌戰爭嘛 你得罪俄羅斯嘛 嗯 那大家也不想讓俄羅斯難做人 所以就不能讓你去啊 可是 法國提出來的議題 跟金磚是有一致性的 就是他認為 這個 第三世界的債務陷阱這個議題 大家要面對啦 不能 採用類似美國的理解啦 實際上法國就是認為美國出了問題 所以他才想到金磚 來聽聽大家的看法 比如說債務陷阱 因為第三世界本來就一定要借錢嘛 不然怎麼發展 那可是比如說我們講中老鐵路啊 就是我們講那個遼國啦 就老臥 老臥他要蓋鐵路啊 因為他是內陸國嘛 對 他一定要拉一條鐵路讓他可以出 可以聯絡到其他的經濟發展區嘛 或者是出海嘛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辦 可是老臥那條鐵路喔 他總的 現在已經蓋好了啦 他總的支出是59億美元 59億美元這個 你用現有的世界銀行機制 根本借不到啦 世界銀行很少借那麼大的錢的 大部分都10億以下啦 大部分 那你老臥那麼窮 你怎麼還得起 所以你後來就看到中國跟他 用雙邊的方式借貸嘛 那也包括他的基建嘛 那也包括他的持股嘛 那後來總的講就是中國 大概提供了35億 那其他他也是用主權擔保啊 慢慢還啊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啦 就是說 你說你老臥要發展 你不蓋一條鐵路你怎麼辦 那可是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 傳統的理解啦 你根本沒有 你沒有資格蓋這種鐵路啦 因為會造成嚴重的負債嘛 那以過去世界銀行的標準 因為都是民間銀行來承攬嘛 所以他都會要求5年要還清 所以他怎麼可能還呢 所以中國願意跟你簽一個 長達20年30年的貸款合約 我覺得這個大概就是金磚銀行 比較可以理解的事情啦 知道為什麼他有這個需求 然後知道他 你時間給他拉長 那如果營運的好 他是可以還的 可是你按照現有的世界銀行的邏輯 他沒有辦法還啊 你給人家5年人家怎麼還 我講白了你給他10年他也還不起啦 因為他沒有那樣的經濟嘛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中老鐵路通車之後 那老臥的經濟就是 他就發展得變快了 那你所以你時間拉長 那基本上就有可能做這樣的建設項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的思考 這種項目根本是不可能出現的 是 其實剛剛這個亮哥有特別提到 就是不同的思維 就是你站的位置不同 你看到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樣 也許他有他的價值觀 你有你的價值觀 你要說真的論對錯嗎 這東西很難講 好但是問題是你可以理解的就是 現在感覺上就是兩個不太一樣的價值觀 那他出發是兩個不同的體系 現在開始在 我覺得完全是因為 美國完全是資本主義體系啦 對啊 他們有國家銀行嘛 對他不同的體系 他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融資嘛 是所以他靠民間銀行 民間銀行他要賺錢啦 當然啊 對啊我有股東啊 所以他一定會要求 對他說年限嘛 是 這是必然的嘛 是是是 那法國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了 對 所以他認為 他大概要跟金莊國家好好談一談這樣